說先好好休息,明天再開始開工,怎麼就馬上跑這個視察行程 因為說真的,因為鸚鵡台風的這個外圍環遊 我看氣象局的報告 尤其這兩天包括像台南啊,還有南投都降下了非常 這一個數量很多的這一個雨量 所以我是很怕我們這個高雄如果在午後又會有迎續這個旺盛發展的話 那麼相對的會有無法預測的這一些暴雨 那麼我們的吸血抽水戰在5月22號有面臨的這個情況 導致我們鹽城區的這個比較嚴重的淹水 那我希望說聽到我們水利局要告訴我有沒有把握槍頭的情況之下不會再淹水 那剛剛水利局也有提到他們有把握